消费无处不在观察无所不包 欢迎收看本期消费观察 我是范逸 都说水是生命之源 现代人对饮水的质量是越来越关注了 所以现在的净水设备也是走进了千家万户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净水设备的指标 在不断翻新的同时 哪一些才是它的核心因素 哪一些又仅仅只是商家的噱头 让大家就不太清楚了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 如何来挑选家用的 净水设备 好 赶紧介绍一下 今天到现场的二位嘉宾 北京市工商局12315中心副主任 郎丹科 欢迎郎主任来到现场 你好 还有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专家是 中国家电研究院净水器性能研究与测试中心的主任 邓哲 也欢迎邓主任来到现场 说到这个净水器 我不是要这个郎主任家里用吗 因为我们看现在我们的这个首都的 我们讲自来水 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水源的这个测试过程中 它都是符合人体安全的 水是没问题的 但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家庭使用过程中 包括比如我把这些水接下来了 接下来可能我的湖有问题 或者是说有些其他的这种途径 盛水的容器有问题 也会造成污染 这种情况下 比如我通过一个加热的过程 那么可能会使我这个水更安全 我有个朋友在买净水器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个推销员 这推销员进行了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测试 结果那两杯水 一杯是全净水 一杯是普通的水 进行测试之后 那杯普通的水发生了让人吃惊的反应 你快来看看 插入一种金属棒没几分钟 家中的自来水竟然成了黄褐色的液体 这个场面的确让人触目惊心 按照这位销售人员的说法 这种金属棒是一种水质测量仪 将金属棒置入水中启动开关 就能测出水质的好坏 这位销售人员还说了 之所以自来水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自来水中的杂质太多 它的说法是真的吗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栏目组记者特意请权威的检测机构 对此做了一个鉴定 专业的检测人员 首先对之前销售人员说的 水质测量仪进行检测 同样是成了一杯自来水和一杯纯净水 分别开始实验 没用一分钟 自来水就迅速变成了褐色液体 里面漂浮的杂质清晰可见 随后 检测人员又把自来水 换成瓶装的矿泉水进行测试 这一次 杯子里的矿泉水也变成了黄褐色 杂质同样非常明显 难道这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 都有问题吗 专业人士的一席话 道出了其中的玄机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 因为像水质电解器这一类的电极 采用的是活性电极 像自来水和矿泉水 它其中的游离离子很高 所以它的导电性能很强 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水发黄的一个现象 它并不能真正表现出 这是代表水质的好坏 原来自来水和矿泉水中的钙尾等离子 属于电解质 当电解仪阳极的铁棒放入自来水后 会发生电解反应 在铁棒周围形成褐色的化学纯电 而纯净水导电效果差 不会发生电解反应 所以纯净水不变色 也就是说 这些褐色的物质的形成 跟水的好坏没有半点关系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不良商家的骗局 检测人员继续为记者进行演示 加一些辅助性的物质 嘿 现在纯净水竟然也变了色 实验人员到底加的什么呀 其实我刚刚加入的仅仅是实验而已 加入了实验之后 水中的钠离子和氯离子就会增加 导电性能就会增强 所以也会发生这种现象 郎主任我想要问一下了 虽然说小孩当中已经解释了 为什么那杯普通的水会发生这样的反应 是属于一个科学的现象 它只是用了一些小窍门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担心 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小窍门 就是一个障眼法 因为它的一些手法让你感觉其中的一杯 会有刚才说这种一些物质 或者一些特殊的颜色 这个实际上对我们讲 从可能从我们的科学检测的角度上讲 对人体的安全指标是一致的 那它是属于虚假宣传吗 实际上我们讲它就是构成了一种 我们讲虚假宣传 乃至于有一种欺诈的手法 那要问一下邓主任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 它其实是一种涉嫌就是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 那正常的真正的检测水质的方法有哪些呢 因为咱们说实话 这个水呢说是无色无味的 过滤过的水 或者说是没有过滤过的水 那这些水质的好与坏 只能拿到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去检测 专业去检测 其他的旁人或者说拿了一些所谓的 说便携式的一些仪器什么是测不了水的 千万不要去相信它们 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检测得出来的呢 我想一杯水来讲 我们去看 包括我们的喝的水 它有很多指标 所谓的软硬度 包括呢 比如说你的那个 我们讲一般听的菌落 对吧 你是不是有菌落总数啊 那也就是说 有可能有很多个环节都会无占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来判断 我们的水源是不是安全 不是这个概念 但我好像知道桶装水 它配的饮水机 它要定期的清洗的 好像是吧 对 就是咱们现在饮水机嘛 也没有一个界定 说是你多长时间才要清洗 其实你觉得水质不好 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清洗了 不光是说我们那个机器 要要要要 我们讲要这个及时清洁 桶这桶水 搁上去 也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尽管喝完 你插上去这桶 两个月喝完 还不行 又二次污染了 我们还是说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教您如何来挑 家用的净水器 所以我们的记者 也是做了一个比对的实验 我们来看一下各种净水器 它的效果到底如何 来关注一下 要说买净水器选哪种 这还真不好说 记者随便在网上一搜 就出来三千多款商品 像超绿净水器 反渗透净水器 活性碳净水器等等 五花八门的净水产品 听着都是专业性十足 那到底选择哪种呢 为了给消费者说个明白 记者选择了市面上 比较流行的四种净水设备 分别是家庭净水壶 超绿净水器 反渗透净水器 和活性碳紫白性净水器 来到具有国家检测资质的机构 做个净水效果的比对实验 首先 检测人员为之四款净水器 专门调制了富含污染物的溶液 将这些溶液分别加入四款净水器 然后再将净化后的水 送入专业检测设备 进行数值检测 经过四个小时 检测终于完成了 家用净水壶像这一款的话 它是以活性碳为主要 过滤组件的一款 一般水质处理器 它呢是没有外部的一个压力 依靠水自身的重力 经过它的那个过滤的组件 来达到一个净化的目的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这种家用绿水壶 第一项数据 只是刚刚超过合格标准 其他几项污染物的过滤表现 也是将将达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超滤净水器表现如何 这是一款超滤净水器 它的一个主要的过滤组件 是其中的超滤膜 像超滤膜的孔径 一般能在0.001到0.2微米左右 当水中物质带于该孔径的时候 就可以被截流 当小一该孔径的时候 就无法过滤 从数据上看 超滤净水器 虽然净化效果比净水壶好一些 并可以较好的过滤杂质 但是对于过小的污染物 还是会存在遗留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市面上 很流行的反渗透净水器 测试结果如何 反渗透净水器主要是 在一定的外液案例下 将溶液中的水分子和某些组分 选择透过 从而达到纯化 分离和浓缩的目的 您看 反渗透净水器的几项数据 高达99% 也就是接近纯净水 不过这种净水器 在净化过程中 也会将大部分 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和矿物质评蔽掉 最后 检测人员又对活性碳 紫外线净水器 进行了测试 它是主要有两个部件 一个是活性碳 一个是紫外线 它将这两种技术 综合起来 运用到净水机上 一则是高密度活性碳 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泥沙 颗粒物 紫外线的话 可以杀菌 活性碳 紫外线净水器 使用了高密度 活性碳的过滤技术 可以有效的吸附 并过滤水中的杂质 外加有紫外线杀菌的功能 可以做到 既保留了人体所需的矿物质 也过滤掉了泥沙铁锈 以及大部分的微生物 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今天 我们试验中的几种净水器效果 虽然都符合国家标准 但各种的差别 还是不小 因此专业人士也建议消费者 在购买净水器时 一定要仔细看清 各产品的国家检测数据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购买 我看了刚才的小片 总结出来了 问一下邓主任 是不是我开始节目 一开始说的那种净水壶 我们家买的 就属于活性碳的一种 对属于活性碳的 那您说的反渗透的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哪种是反渗透的 反渗透 其实所说的反渗透 那就是说 因为反渗透 前面也是有皮皮棉 也有活性碳 那么再加上一个反渗透膜 就是反渗透装置 内心 多了一个去除的装置 但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们所谓的净水器 无外乎是说 我把水拿过来之后 通过各种各样的物质 过滤一遍 是这个原理 我把水过滤一遍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 我就不知道 比如我们通过过滤的 可能刚才说 有些不安全的物质被过滤掉了 但是会不会把这些 就什么正常需要的人体 需要的矿物质 这些安全物质 也会过滤掉 会吗 会的 像那个反渗透机 那么就是说一刀切 所有的这个矿物质 什么 就一架粒子 所说的一架粒子 二架粒子 三架 全都给你切掉了 全都没有了 只剩下水 真正的水 刚才所说 看见的有活性碳的 那种的进水机 那它呢 就是说 有些物质能过 有些物质不能过 所以它是属于半切 二维说到现在 我还是晕乎乎晕乎乎的呢 说到了分两大类嘛 对吧 我听到了 一个是活性碳 一个就是反渗透 就两种情况 但是哪种情况 更适合我们老百姓 平时喝水呢 我们该怎么选 到底选活性碳 还是选反渗透呢 对 反渗透进水机 它呢 是可能说是更干净 就是它因为它是 只是水 纯无污染了 一刀切 一刀切 什么矿物质都没了 好的离子 不好离子 全又没有了 那么咱们的那个 活性碳呢 那么就好的离子 可能会过来了 那么它喝起来 可能会就是说 对身体可能还会有益一些 就是因为咱们身体 其实需要一些矿物质的 那么但是有些不好的 这种机器呢 我们是不建议 不管是任何的离子 我们不建议去买的一些 不太好的 和品牌不太打响的这种 因为有通通减量的这种嫌疑 我们家原来用的那个 刚才说的精锐器 就是我看了一下 它感觉像是底下是一个红 里头是有绿芯的 我一打开 好像是底头那种一片一片 人家很年样 对对对 而且呢是跟人家跟我说 这个东西可能你只能用半年 然后你就要换一次 换一次 跟我说八百块 换这个绿芯简直太贵了 我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就这种所谓的 比如我能不能再 适合狼主人的方式 我再长一点 我比如我八个月来换 可不可以 因为可能现在的 咱们的为了减变 就是长家为了减变 为了就是放 给大家喝更放心水 那它全给你换酱 那其实有些的 零部酱 其实是还可以用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个关于如何来挑选 它的这个净水器的 一个话题 但是可能电视机前 有的观众也发现了 本来是为了让自己喝的 更舒服的 这么净水器买了之后 用了之后呢 发现 不管是养花也好 养鱼也好 怎么养什么 好像都活不了呢 这倒是为什么呢 再来关注一下 近期 为了指导辖区内各商户 顺利进行网上年报的工作 朝阳工商分局 召开了2014年 企业年报工作 深入培训会 提示个体工商户 应及时登陆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进行年报的申报 与此同时 朝阳工商分局 近期还对辖区内 400多家建材商户 进行了法律法规培训 以此推动商家进行自律 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 彭先生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鱼 不过最近他却遇到了繁星史 自尽心爱的植物陆续死亡 看看这些枯萎的盆栽 金桔树 彭先生心疼不已 我虽然平时特别忙 平时比较忙 但我从小是想养花 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家 就是自从用了那个净水器以后 水龙头出来的水 不都是纯净水了吗 自从用那水之后 我们这花就老死 栽培方式依旧 可花却养不活了 彭先生的问题 可能出在水质身上 原来不久前 彭先生在家中添置了一套 反渗透净水设备 现在从龙头中出的水 都是纯净水了 按理说这纯净水应该更干净 却怎么连花都养不活了呢 为此记者咨询了专业人士 花大部分都是偏酸性的 一般的自来水都是偏酸性 纯净水都是弱减性的 因为您的纯净水 在那个制作的过程 它进行了过滤 它对那个养花的 这一般的 里面的矿物质的 就要求的 这有点影响 因为最好就用自然的自来水 量到自然温度就合适了 专业人士介绍 植物的生长 需要通过水来吸收 氮磷钾等有机物和矿物质 家中较常见的绿植 除了兰花科植物 可以用纯净水浇灌外 其余大部分都是不成的 大部分的绿植花卉 使用晾晒过的自来水浇灌 其实是最合适的 鱼需要酸性环境的 一些热蛋植物来说 在自来水中 兑些花卉营养液就可以了 这花我现在明白了 但就是鱼 因为我也养鱼嘛 而且就是我养的鱼 年头也不小也不短了 所以就是我 最统用了这纯净水之后 我们家以前那 都是养很多年头的鱼了 按说都跟陪我养了好几年了 结果用了这水 就剩一条了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 三条鱼 结果呢 还是这缸水 就又成十条了 我就用纯净水养 反正说纯净水纯净水 难道这水质还不够吗 纯净水你在加工过程当中 它好多营养物质 比如说矿物质 好多东西都破坏了 人们长时间喝这纯净水 加工过程也是不好的 鱼也一样 因为的纯水的话 那就营养 好多营养跟不上的 实际上的营养 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菌 会抵抗不了的 原来大多数观赏鱼 需要在自然的环境中 才能健康存活 纯净水中 油溢的成分和矿物质很少 反而会导致鱼营养不良 另外 不管是浇花养鱼 万万不可用净水器 过滤时产生的废水 其实我觉得小牌当中 说的关于养鱼养花的原理 我们应该都明白 因为小时候说 你接了就普通的水 接过来之后 都要沉淀两天 然后再去喂鱼喂花 这样的会更好一些 另外一点我就不太懂了 我又要问一下邓主任了 净水器怎么会有飞水呢 这一点我就理解不了了 因为就打个比方 这个水 咱们就是一个面包 这个面包的10% 或者就是只打比方 10%到20% 这是一个面包没坏 那么后面是坏的 那么咱们的水一样 你这一吨水里面 有一个好的能喝的叫水 一些就是那些鱼绿 还有细菌 还有这些矿物质 这些就是坏面包了 那么它用反伸透镜尔机 过去以后一刀切了 相当于就把好的过去了 就是好面包咱们可以吃的 那么坏面包还是搁在那 所以坏面包就是咱们废水 所说的废水 那岂不是很浪废水 有一大部分就给它留下来了 我觉得肯定是比咱们一般性的 要浪费一部分 因为你刚才一吨水 比如说你比如我喝 可能用一吨水 那这次可能要 比如要用到两吨 用两吨三吨都有可能 对 所以反伸透的就是 它的可能缺点在这 我们就讨论出来了 就比较废水了 那刚才说到了 像这样的废水 可以循环利用是吗 现在我们觉得 就是只有两个地方可以用 一个就是冲马桶 一种就是拖地 妈妈布什么的 也就只能这样 就是关于这个滤芯的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品牌 什么时间该换一次 又或者说 根据自家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家 不经常开水用头 那我应该多久换一次 那么其实并不是说 你这个芯半年没使过 你芯还是还好的 那它 不是吗 不是 因为在过滤的时候才得消耗 不是 因为你这个 这个毕竟可是搁在大气里面 因为这个芯呢 它里面都是一种小的孔劲 那么你在大气里面 也会有大气 灰尘 灰尘 或者一些 也会污染它 所以说呢 这个都是要定期去换 那么具体的时间呢 没有一个特别的明确的一个 只是还是看厂家的一个售后服务 所以郎主任听到这 您给家庭里面 一般会选择什么样 还是反普归正吗 通过一个加热的过程 那么可能会 使我这个水更安全 但是我还是想的 就更多的是 结合你自身家庭的需求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 我们家里可能用水少 那这时候可能 我要是买一个特别大的 这种净水器 就浪费了 就很浪费了 对吧 那包括可能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买一个壶的 对吧 买一个壶的这种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家庭 可能有人选择的 这个很少在家里 那可能我就买一个 那空间水的考验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人家人家的需求 那现在关于净水器的认证标准 有没有一个定量 现在是这样的 咱们的这个 所有的净水设备 必须要符合国标5749 那么这下是一个 最低的标准了 那么所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hд